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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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当今末法 现世五浊恶世 唯有净土一门 可同入路 在道座大师的时代 他都这样悲叹 现在已经到了末法时代了 而且我们住在五浊恶世当中 圣道门已经关闭了 我们的根基不堪 走不过去了 只有 你看用了这个词 都是很恳切的 唯有净土一门 可同入路 所以到了这个时代 还以为自己是一个圣道门的根基 那么道座大师不认同这个观点 当然有的人修持圣道门法门的人 他可能也不认同道座大师的观点 只要你是那个根基 末法时代照样修行 这话讲的也不能说他错 但是呢 你看他事实 所谓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这一代不如上一代 下一代还不如这一代 烦恼越来越多 这个五浴繁华越来越丰盛了 我们被外界的诱惑 外呢 有这个境界的诱惑 内呢 有烦恼的逼迫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那么我们修学佛法呢 要根据时代来选择 印光大师也讲了嘛 这个东阁下囚 还有这个下阁东囚 东阁下囚就错了 阁就是那种呢 非常薄的衬衫 囚呢 就是指囚皮大衣 你冬天就要穿这个棉袄大衣 你夏天呢 就要穿这个衬衫透凉 不能把时节搞错 你生活在什么时代 就按你这个时代来选择修行法门 你生活在正法时代 你是这个根基呢 禅定兼顾啊 戒律兼顾了 惠地兼顾了 你可以修行戒定慧 你身在这个末法时代了 你还羡慕涮呀 我要能够八重病红 我要一个三一五六学 我要六度万恨度众生 这就好像来了冬天里边 还想要抖自己的架子 好像说我身体很健壮 我可以穿单一 那么天气很寒冷啊 这个时候就要加衣服了 保暖了 我们到了末法时代啊 环境恶劣 修行的环境很恶劣 空气就像冬天很冷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要靠阿弥陀佛 他温暖的棉袄 把我们保起来 不要自己靠自己的身体抵抗 我能抵抗得住 抗不了 所以时代不一样了 因缘不一样了 所以施食物者为俊杰嘛 对不对 世间人也讲了 你要施食物了 人家伴世说天时地利人和了 我们看我们修行 天时我们没站上 因为我们没有生在正法时代 对不对 生在正法时代 你站上天时了 地利呢 没有得上 我们没有生在他方净土 我们生在五周恶势 你看看 地利没有 只有一个人和 阿弥陀佛要救度你 这点再抓不住 就完了 天时没有 地利没有 人和再没有 你就 那只有六的轮回了 所以我们没得到天时 没得到地利 但是我们抓住阿弥陀佛大愿业力 有这种佛就好 那么这种阿弥陀佛救度呢 超越时间性的 正法 相法 末法 乃至法灭的时代 都可以救度众生 所以他不受时间限制 他是遍度十方一切众生 罪恶界 五周恶事 三方净土 通通可以救度 所以呢 他也没有受地域的差别 所以得到阿弥陀佛这一个 愿力救度的法门 等于三法具足 按时间讲 天时地利人和都得到了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我们能够练 那妈阿弥陀佛呢 就突破这些障碍 那如果果不其然的话呢 就有很大的风险性 所以道徒大师说啊 唯有净土一门 可通入路 这叫唯一的通路 那么净土一门 可通入路是指什么路呢 哪一条道路呢 就指出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月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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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